惡劣天氣不停市 可以鞏固香港 港交所的競爭力 增強香港 作為國際和 內地市場相向 門戶角色 新安排在9月下旬 開始實施 放銀東亞市場撇除 基本上不打風的新加坡 除了香港和台灣之外 東京、首爾、內地都不會因為 打風而停市 美國方面 紐約上一次因為惡劣天氣而停市 已經是2012年 和香港雙輪的深圳 即使會因為惡劣天氣而停工停貨 但股市不會停 互深港通之下 三地交易所開市安排不一致 為投資者增加不確定性 成為香港修訂規則的主要考量 在新安排之下 除了互深港通 IPO、夜期的交易和結算 以至上市聆訊 通通都會遇上 香港去年曾經因為三次惡劣天氣 而全日停市 佔港股全年交易日 百分之一多少少 整個股票行業 由經紀到保證人 風格安排 因而改變 打工仔難免有微言 中小券商也要欠愛投資 證券總會擔心 三個月內要全部券商完成系統升級 並不容易 惡劣天氣下 遙距工作的網絡可靠性 亦都存疑 即使港交所表明今年內 會向有需要券商 代為履行、結算和交收責任 但不准相關券商家倉 券商非不得已 才會申請有關支援措施 今次升級 對不少券商營運都是一大挑戰 至於投資者在打封期間 券商會不會有不同的交易安排 就要看7月初支援措施的細節 8月市場測試後 券商對客戶的通知 大家看7月